大家好 我是蔚来的李斌 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和大家分享 蔚来在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建设过程中 做出的一些努力与探索 到今年10月 蔚来累计交付的车辆已经超过了41万辆 在全国成交价在30万以上的纯电市场 我们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了40% 在安徽我们也卖得越来越好 1到10月份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8% 这些数据背后的每一辆车 都是在安徽制造 在合肥制造 去年在新潮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园区 投产的第二先进制造基地 实现了全链路数字化的智能制造 是新一代智能制造的样榜工厂 这座工厂铺设了90公里的百计光纤 车身车间有756台机器人 实现了连接工艺百分之百的自动化 涂装车间我们采用了全球应该说是 第一个智能化的RGV式的立体停车库 将传统的平面的库城优化成为立体的库城 缩短了排序的时间 减少了20%的工艺距离 关键是保证了个性化的生产 整装车间在全球范围内 首次使用个性化定制 我们把它取了一个名字叫飞地自动化的一个装配导 把柔性化与高效率的平衡发挥到了极致 不仅是整车工厂 我们的电机产线一共只有30个技师 他们负责的产量是年产30万台 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产1万台一年 自动化程度非常高 蔚来现在有8款车型在售 个性化配置组合达到了360万种 如果没有高度智能化的生产线 我们想做到这样的个性化 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 今年10月20号 这座工厂已经向公众开放预约参观 当然现在预约的时间排队有点长 但是欢迎大家去现场走一走看一看 这座工厂也是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建设的一个缩影 今天的安徽聚集了300多家规模以上的企业 我们也推动了其中120余家落地 像今天在座的江淮 伯特利 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这样的产业聚集的规模 未来几年一定会发挥出巨大的势能 智能电动汽车作为安徽战略新型产业的首位产业 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迈上万亿新台阶 作为产业的一份子 未来也将会与兄弟企业合作伙伴一起 共同努力 共同进步 助力安徽成为全球智能电动汽车 创新高地 产业高地 谢谢大家 你好 我觉得我们要郑重地握个手 是的 感谢我们车主的注册 对 这是未来用户和未来创始人之间的握手 谢谢 我想替还在犹豫的准用户们提一个问题 我们都知道未来是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的 这种个性化的服务会不会导致成本的增加 进而让车价转嫁到用户的身上 其实我刚刚前面也介绍了一下 怎么样去做到高效的个性化 如果有这个智能化的数字负能在背后的话 就能做到效率和个性化的平衡 我们其实也测算了一下 为个性化我们在每辆车付出的成本的话 应该说是不超过一千块钱 请不吝点赞订阅